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再講講中美之間的衝突仍然起到不斷升級 最近97歲的基辛格在英國一個網上論壇上講到 中美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的磨擦不斷升級 已經去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種失控的局面 基辛格雖然97歲但他真是一個外交的老手 也對中美的關係有很深刻的認識 大家不要忘記起上世紀70年代初 就是他一手速成中美建交 他這個說法的確是智者之言 但是智者做了預測 是否一定其他人會聽呢 現在中美的磨擦 先在新疆事件裏面逐步擴大 未來還是會有 沒完沒了的一個狀態 其實美國借新疆來搞事 並不是一個偶然 除了說中國壓迫少數民族 美國人很容易相信之外 似乎還有兩大原因 一個就是在中國 製造動亂 上星期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梁記者會上面播了一條片 那條片就是前美國國務卿 爆威爾的幕僚長 威爾克森 起營100年的一個講話 威爾克森的講話 非常簡單直接 就說中國有2000萬的維吾爾人 中情局如果在中國 發動這些新疆維吾爾人 動亂 對中國整個政局穩定都有影響 他甚至直認 美國在新疆搞事就是蓄謀已久 中國 應對新疆的局面 一定是要從美國想製造動盪這個高度去回應 看回華春瑩在梁記者會上面播片 亦都顯示中國的 對外宣傳手段 的確是比以往靈活很多 亦都有效很多 用你的人講的話 來攻擊你 肯定好過自己 說自己的一套 另外 另外 美國在新疆上面出手 似乎還有在經濟上面制裁 中國的後著 上週早已傳出 美國的最大的電商平台 亞馬遜 準備 要求所有在他平台上面出售的 成衣產品 要證明他沒有用過新疆棉花 還說這個是應 美國當局的要求 亞馬遜要做出這個行動的消息 始終未公開證實 但已經令到一眾的出口商人心惶惶 思想一下 中國有85%的棉花是來自新疆 在中國製造的紡織品 絕大多數是用了新疆棉花 即是說絕大多數的中國的紡織品可能要在美國的電商平台上下架 想想想你都會有空擔心的 就是不僅是成衣 可能是一對波鞋 可能是一個背囊 只要你一條棉線用了新疆棉 他就可以要求你下架 如果這件事成為事實 是不是比美國大加中國關稅的影響更加大呢 所以不要看表面 美國好像只是制裁四個新疆官員 或者去年列了一堆在新疆設工廠的 廠商的名單 以為他就會停在這裡 如果美國真是 採取升級行動 要制裁所有用新疆棉的中國貨 影響可以非常之大 其實整件事是這樣的 美國自己反恐 中國亦都反恐 但是 美國就是將新疆恐怖組織東突 從恐怖組織名單中移除 只要我反恐就可以 你反恐就不行 美國反恐方法就用武力 中國的反恐方法除了用武力之外 還用宣傳教育 他又說你是一個勞改營 中國另一種反恐的方法就是 希望那些當地的年輕人可以脫貧 例如是介紹他做民工打工 如果中國做民工收入都相當好的 二三千元人工的工作隨時是找不到人 那思想相比當地人可能是在賺幾百一千元的人工 做民工收入待遇改善的確是會令到他們減少受暴恐思想的影響 好了 你這樣做他又說你強迫勞動 中國真的做什麼都不行 當然 中國不會在以代弊 正在 大力 部署 出手反制 我覺得 H&M事件不是一個偶然出現 是一個必然事件 H&M事件是 有人在網上翻出他去年10月 作出一個聲明 就說根據一個NGO良好棉花協會BCI的建議 就不再使用新疆棉花 這個舊聲明被人翻出來結果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都是一個高明的招數 說實話 那個良好棉花協會的總部位於瑞士日耐雅 巴士尼布就專門找了特約記者去到瑞士日耐雅 市交的良好棉花協會的總部 要求採訪他們 因為BCI這個良好棉花協會BCI 中國的分會 都說是找不到證據證明新疆棉花有強迫勞動 為什麼他的紫組織找不到證據 而沒有組織 即BCI的總部可以說是 新疆棉花有強迫勞動呢 我們想採訪他們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 結果當然是 不得要領 不接受採訪 所以說西方的組織 西方的機構的透明度高 他都是要求你的時候會這樣 對他自己就沒有這樣的要求 自從 H&M事件被翻出來之後 很多外國的品牌紛紛被翻出 他們聽了 BCI的建議不用新疆棉花 中國的網民開始起控要求抵制他們 其實整個局是這樣的 美國如果進一步升級 要抵制所有用了新疆棉花的中國的紡織品 甚至成衣甚至其他產品 我深信中國也都會有相類似的行動 會針對任何 星延不用新疆棉花的國際品牌 都會要求他的產品下架 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的消費市場已經超越美國 成為世界第一大的消費市場 中國的產品不可以在美國上市 固然會很痛 美國或者其他國際品牌 的產品不在中國 不能在中國上市 同樣會這麼痛 這是一個割喉嚨遊戲 你要割我的喉嚨 我就割你的喉嚨 那些國際品牌撐不住的 就回去遊說貴國政府 叫他不要再玩 新疆強迫勞動這些危命題 面對這個複雜的國際形勢 中國不是退讓就可以解決問題 美國步步進逼 新一任的拜登政府 表面上看好像不用 上一任特朗普的手法 但是其實換湯不換藥 目標都一樣 就是要圍堵中國 中國在新的棉花事件 上面先來一個熱身 你制裁我我就反制裁 這一兩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的政制問題很快要作出決定 在星期二早上就會撲取 相信下一波 以美國為首的身份國家 也很可能會遭受香港的問題 諸多意見 相信阿爺的態度也一樣 你如果要搞我 我就一定對等奉還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